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七华姐快乐家园 你看这一颗月季已经开了整整一年的花了 昨天晚上在月光下散步的时候 觉得这个月季真是太苍老,太破败了 心血来潮,就狠狠地把它给剪了 你看今天早上起床一看,剪得也太狠了 你看这个根大概立地只有十公分吧 这一枝是两个星期之前剪的 你看它已经发出了这种粉嫩粉嫩的,滋嫩滋嫩的芽 你看把剪下来的枝给修剪了下 修剪出了这么一堆的粗状的枝,准备来擦签 准备这么多,擦签以后春天可以移栽 可能会更早一点吧,年前就可以移栽 明年的话,就会有一个月季圆 哎呀,相信也挺开心的 但是剪这么,剪得这么狠,还是心里有点忐忑 因为以前都是春天剪一次 横剪一次,平时就适当修一下顶 这次呢,就做一个实验 哎呀,今天是9月,今天是9月6号 哎呀,你看这些检查的枝,竟然都已经发芽了这么快 你看,紫红紫红的,浅紫红的芽已经都发出来了 哎呀,好快呀,这两三周的时间 因为最近主要是,总是下雨 你看这个月季妈妈的芽也都发达,你看多漂亮 你看这个浅的紫红色,粉嫩粉嫩的 真是好嫩啊 哎呀,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哎呀,真是看起来就,就开心 本来想着现在剪可能还是觉得早了一点 因为这个8月份,9月份天气还没有真正转凉 但是也没想到,竟然它长得挺好的 今天是9月18号 你看这个月季妈妈的颜色 这个再变,再变深了,已经开始 原来是粉嫩粉嫩的紫红色 现在有点深,深一点的紫红色 你看,长高得很快 这个芽点呢 你看这两盆的 插芯的汁呢,你看 第一批发芽的,那个紫红色的已经转成绿色了 你看别的那些芽点都已经在发出来 发出来是紫红色的芽点都发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它的根可能还没长出来 只是发芽,先发芽后生根 今天是10月1号,中秋节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两小盆是我以前,就7月份吧 做视频插芽的,整个夏天呢 你看长得并不好 但是它的根可能会生得比较粗壮了 因为毕竟时间比较长了,几个月了 这两盆,你看,才一个多月 你看这些芽点已经全部转成绿色了 古迹下面也在生根了 但是它的根长得还不好 月季起码要三个,月季和玫瑰啊 三个月以上,它的根才长得比较好 才移栽比较保险 但是,哎呀,真是啊,这生命的奇迹啊 真是,四天八天不看它 再看到的时候,就发现它长得特别好了 哎呀,你看月季妈妈的颜色已经在变了 你看从紫红色变成这种,慢慢变成绿色 哎呀,开始有花苞了 哎呀,很小的花苞了 哎呀,我本来想了可能要等到感恩节才会看花呢 现在已经有小小的花苞了 哇,好快啊 才一个多月 8月18号 今天10月1号 一个半月的时间 哎呀,这已经长这么好了 你看月季妈妈,你看 长得郁郁郁郁郁的雷晶 嗯,真的好开心啊 这生命真是 现在终于体会到别人说 月季玫瑰 适当的时机一定要很减 那我现在知道了 这个春,秋,春两季很减 对这个月季是非常的好 也可以拿着这些枝来 来扦插 今天是10月18号 哎呀,你看这个花朵都快开了 长得好快啊 朋友们,哎呀,好开心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也喜欢 谢谢大家 呢,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